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呢 我们已经把栏目管理的这个页面已经给制作好了 那么在本节课程里呢 我们将继续来制作一个页面 也就是我们的这里的公司介绍的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本节课程所要用到的一些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我们将用到textarea这样的一个html标签 那么这样的一个标签就代表了我们的一个文本框 那么这个文本框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输入框input相比呢 它里面呢可以展现更多的文字 同时呢文字可以进行换行 这个就类似于大家经常在一些论坛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评论啊回复啊等等的这样一些输入框 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textarea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来实现的 那么第二个知识点我们将用到一个复文本编辑器 那什么是复文本编辑器呢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公司介绍的页面我们可以对它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编辑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里面写的内容呢进行一个加粗 还有呢给它进行加一个写体 那么这样的一个编辑器就像类似于我们的一个word文档的一个编辑器 那么它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 同时呢它可以进行一些像上传图片啊 音视频啊等等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编辑器 首先呢我们可以考虑自己来编写这样的一个编辑器 那么这样呢会考虑到我们的这个整个项目的实施的一个效率和周期的问题 同时呢因为网络上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成熟的一些组件产品 那么在这里呢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百度的这个Ueditor的一个复文本编辑器 那么它的这个编辑器呢就是来让我们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来打开这样的一个Ueditor的一个官方的网站网址 那么它的这个网址呢是这个大家也可以进行了自行的百度 在这里呢它有一些相关的介绍 那么这里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Ueditor是百度的一个产品 那么它具这个轻量可定制注重用户体验的一些特点 那么同时呢它是开源的基于这个MIT协议的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这个自由的使用和修改代码来满足我们的这个项目的需求 好至于这个怎么来用 那么待会呢我们将带领大家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包括怎么样来融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 那么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呢来制作这样的一个页面 首先我们打开编辑器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复制一个这个文档html的文档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叫做公司介绍 好那么在这里呢 那么我们把这部分内容呢给删除掉 那么这部分呢我们就不需要了 那么这部分呢我们也不需要了 那么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 那么它在这里呢它是这个公司介绍 那么下面的公司介绍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这样来写 这里呢我们写上公司介绍 然后呢它之间呢有一个这个 缩线那么我们可以用呢 用一个爱标签呢来给它表示 同时呢我们将这里呢给它也添加上一个大于符号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来预览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主页里面 将这个 iframe的地址呢改成我们刚刚新建的页面 也就是我们的公司介绍的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这样呢当我们 一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它默认呢就会跳到 我们的这个页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这里呢多了一个html 我们给它删除掉 好我们来刷新 好那么这个上面的部分呢我们就做好了 那么接着呢是下面的部分 摘要 那么由于它它这里呢没有这个按钮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按钮呢就暂时不需要 首先呢在这里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foam表单 然后呢给它写上相应的内容 然后呢给它写上相应的内容 好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列表dl 然后呢在这个dd呢就写上我们的这个标题 再要 然后呢在这个dd里面呢我们写上一个 text error这样的一个html标签 那么这个名字呢我们就叫公司介绍 content吧 然后呢它这里面 默认呢有一部分内容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呢给它复制过来 间接到这里面 好 同理呢我们可以给下面呢给它添加上一个 dl的标签那么它的名称呢叫做 这个内容 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需要 因为我们呢在这里呢给它放一个 副文本的复制器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一个内容 那么 我们来预览一下 那么由于呢这里我们有给它添加样式 所以说看起来不太好看 那么我们就这么的给它添加样式 首先呢我们在这里呢给它 清除一下浮动 清除一下浮动 因为呢我们要给它的子元素呢添加一个浮动 让它向左浮动 同时呢给DT呢也添加上一个浮动 然后呢我们给这个 这个textError 添加一个浮动 添加一个浮动 我们叫做 textError default default 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么然后呢我们来写 这个 它相关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一个 class 我们叫做公司介绍 title 那么然后呢我们在CSS的样式里面呢 来写上 我们给它添加上一个注释 公司介绍 然后它的这个title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宽度我们这里呢用百分比来写 那么接着呢是我们的这个 textError 的样式 那么我们呢可以给它添加上 让它的宽度呢 为600像素 高度呢为90个像素 好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它的这个 内容部分呢就被撐开了 看起来呢就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接着呢是我们 要给它下面的这个 相关的内容呢添加上 同样的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 这样的一个样式 那么我们呢给它复制过来 那么滴滴呢也是一样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一个样式 我们叫做 公司介绍的这个 表单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应用这样的一个复文本的编辑器 那么这个怎么来运用呢 那么首先呢我们打开它的这个官网 然后呢找到这样的一个下载 我们首先呢需要把它这个的 代码呢给它下载下来 那么在这里呢它有三个选项 那开发版呢就是 在我们的这个开发中呢 通常是用来这个集成的 它包括了所有的这个圆码 这个Ubuild呢是可以进行的一些个性化的定制 比如说我们要哪些内容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 那么当我们下载的时候呢 它就只会有我们选择的这些功能 那么这个mini版呢就是这个开发版的这个缩小版 那么它会 比较呢简洁一些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下载这个开发版 同时呢它在下面呢有很多这个语言的版本的选择 那么可以根据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后端语言的 开发语言呢呢进行选择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选择这个 php版本的这个utf-8 这个版本 那么点击这里呢就可以进行下载 那么在这里呢我已经 事先给下载好了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压缩包 那么我们打开 首先我们给它解压出来 然后呢我们给它重新命名一下 我们就叫Ueditor 然后呢我们给它复制到我们的这个 项目文件当中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新建一个文件夹 名字呢就叫做Lib 然后我们给它复制到里面 然后这里面呢它有一个index的面面 这里呢它是写的一个简单的domo 那么我们打开它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编辑器 包括它里面的一些api的一些调用方式呢 都给我们罗列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个具体怎么来用呢 我们可以呢参考一下已经它的这个事例的代码 我们用这个编辑器打开 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要将它的这个相关的文件给引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那么在这里呢主要是这三个文件 我们可以呢给它复制过来 那么复制到我们的这个 在下面 那么它里面呢有相关的这个中文的说明 相信大家应该 能够明白它讲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这里呢就是我们需要调用的一个编辑框的代码 那么我们给它复制过来 现在让我们在这需要的位置 好 接着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呢就是给它 初始化这样的一个编辑器 那么这里呢它也写出了相关的视力代码 我们呢给它 直接给拷贝过来 好我们在这里呢给它添加上 好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 好 好那么现在呢它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编辑框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它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编辑框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写上 我们就可以写上 内部下面的U-editor 同理呢我们可以给其他引入进来的文件呢 然后呢添加上这个路径 好 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 那么注意 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编辑器呢就 出来了 那么接着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一些样式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写上 添加上一个样式叫做公式介绍的这个 editor 然后呢我们在样式里面给它写上 我们让它的宽度呢也为600像素 高度呢为300个像素 我们来刷新一下 所以它这里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呢它摸着呢在这里呢 给它添加上了一些样式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给它删除掉 那么使用我们 我们设置的样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样式呢就已经 显示出来了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 依然呢可以给它添加上这样的一个 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样式给添加错了对吧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d t的样式 那么dl的样式呢应该是这个 好 那么大家注意在这里呢我们 打开这个调试工具的时候呢 会看到有一个错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 打开看它报了三个错 那么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编辑器给报的错 由于呢我们这个编辑器啊 它会配合我们的这个后端语言来进行相关的配置 才能进行一些正常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用的上传图片 等等的这样一些功能 如果说我们没有进行正确的配置呢 那么咱们这个上传图片的功能呢是不能使用的 那么这个呢就需要配合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后端开发人员呢 来进行一个协调的配置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讲解怎么来配置了 我们主要来实现这个前面的效果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个高度呢还有一点小的吧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大一点 好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下面有一个按钮对吧是提交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 那这里呢我们给它控出来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写上一个input type button 那里面呢叫做公司介绍 然后呢给它添加上这个value 我们就叫做提交 同时呢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上按钮的样式 那么我们在前面呢已经写好了这个按钮的公共样式 我们直接写下bta bta-blue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呢也体现了我们这个代码的一个 重用性 好那我们刷新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它这里呢没有过来对吧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这里呢应该是没有文字对吧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给它添加上 一个提交按钮 同时呢给它添加上这个 一个样式 但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 外边距来实现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cdn title 然后呢 我们可以呢 把它这个文字呢给隐藏掉对吧 那么怎么隐藏呢 那我们在这里呢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呢给它 txt txt 让它的这个缩净呢 为很 这是为很大的一个值 那么这样呢 在我们的页面呢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隐藏 好 好 然后呢我们让它的这个内容呢有一些 这个间距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给它 加上它下面的这个dl 那它的这个marvin呢 上下呢为二次加速 左右呢为0 然后呢我们可以呢给它 这个主要的内容呢给它一个缩净 这就是我们的这里的这个 form对吧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一个marvin 实像素 那跟上面的一样 好那么 本节课程呢就到这里 那么咱们下一节课程呢再见